一棵一棵的紫树,蔓延成一片森林的自然形象 来自波特兰四位女性艺术家与王淑儒以红杉森林为灵感创作的不断裂的生命之树 结合摄影、绘画、装饰等多媒材的呈现手法 以象征文明的纸与骨架,雕塑出一棵棵紫树 蔓延成一片紫树森林的自然形象 那这个展览其实是延续我们今年一整年四档展览 其实都是环绕着用纸和自然的素材来回应自然生态 带大家重新去思考怎么样跟生态取得一个平衡这样子的一个议题 所以这个展览其实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纸的素材 那四位艺术家呢,他其实用已经来自于文明,为文明所用的一个纸张 再去回应到,再去模仿自然的一个生态 所以在展场里面,其实我们一开始就会看到 纸座的森林,白色的森林 就会让我们再去思考到说 文明跟自然是不是在中间可以取得一个真的很平衡的状态 那后面的话,其实也会看到 艺术家他们其实在美国的时候 其实就有做很多的互动的工作坊 带领很多小朋友来救树,他们生命的树 来做一个发想,做的一些创作 其实是非常有趣的 那在这个展览里面,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互动的机会 也让很多的朋友可以留下来 他们自己对于森林的一些,或者树的一些想象和感动 那两旁的话,我们会看到其他的作品是 他们特别把他们从奥勒冈里面发现了 几种比较代表性的一个树木 他们把他的影像拍摄下来之后呢 再去转印到布上面,其实是非常让人惊艳的 就是透过一些黑白的 还有一些彩色的森林的影像 带我们飘浪过海来到了奥勒冈的一个森林里面的感觉 纸,不再只是文字的载体 更轮回为纸树森林 以另一种方式再生诠释自然 借此探讨自然与人类文明的紧密关系 展期节日起至明年1月3号 于树火纪念纸博物馆展出 欢迎民众踊跃参观 法杰新闻赖龙雪儿勇 台北采访报道